來介紹的是這一瓶 你看 顏色也是很漂亮 然後它是 眼眉芭樂檸檬汁 對 他們家都很喜歡這樣 對 就先這樣子拿來拍照有沒有 然後之後再把它攪拌之後 它就整個就變粉紅色 對 而且它的芭樂 是用線膜的芭樂圓汁 我覺得好像調酒 就是直接一顆芭樂圓汁在裡面 對 它的顏色好漂亮 對 還有一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喝的時候 好像軟爛 有一點 它不太適合在海灘喝 真的 而且在喝的時候 第一口你會喝到芭樂的味道 非常重 然後後面它的檸檬 跟它的莓果 都是最後面提上來提起 哪裡有檸檬 它的下面是檸檬 你不說這是芭樂嗎 芭樂檸檬 就是還有三種水果在裡面 妳覺得太出入了 芭樂中出現檸檬 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一般來講 它卻出現 所以我就很好奇 而且通常我們喝到的芭樂汁 都非常的甜 它不會死甜 然後重點是它用檸檬 去提那個味道 會覺得芭樂的香氣非常的重 我喝過 裡面的渣渣是什麼 還有渣渣 檸檬 而且它芭樂就是用一整顆 直接原汁 直接是羨母的原汁 報告 我覺得錄這個人硬 比吃美食還硬 我有感而發 就是這樣喝下來 因為我平常比較注重喝飲料 這些事情 我把一年份的一次喝 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後到飽 我的Lady Gaga 我說說這個芭樂的感覺 這個芭樂有點像我們吃的是 那種白色軟軟的那種芭樂 不是所謂這個什麼 泰國珍珠芭樂印的 是白色軟軟的那種的芭樂香氣 泡過的 不是泡過的 軟的 軟的芭樂你知道嗎 白色的 很白的那種 對 知不知道 來 我知不知道 有那個紙都是軟的嘛 對... 甜耶 甜耶 是那種芭樂的感覺 對 然後帶有檸檬的香氣 喝一口會想再繼續喝 對...